加拿大民众对于华为各有各的看法,有的人认为,加拿大对华为不会采取强硬的措施,几年前就有对使用华为手机的警告,但现在,我随处可以看到华为的广告和宣传片,有的人认为,使用华为手机,并不会对民众产生很大的影响。 官员不应该使用华为手机,作为他们工作室使用的电话,但是百姓可以选择任何他们喜欢的东西。 在欧洲,欧盟法律还要求所有华为服务器,宣在欧盟监管下运行,但也有加拿大人对于华为事件非常敏感。 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普通数据有多么宝贵,中国可能会将这些数据放入,像人工智能这样的东西,通过预测人们的行为和反应,那么几乎没有什么是你无法实现的。 想象一下,知道如何操作股票市场,或者100%准确的预测,人们对军事行动的反应,他们重复关心个人的数据,他们希望看到大众趋势,进行预测并引导结果。 间谍今年9月中旬,苍南县霞关镇叫洞村杨某,发现一部名机器,搁置在霞关镇被关到沙滩上。 杨某认为,该机器用图非常可疑,很有可能适用于水下探测的某种机器,于是立即上报。 国家安全机关接获该线索后十分重视,即可开展核查,将该前行探测器源要取回,并开展技术检测。 经出不合时,该机器为加拿大某公司开发的前行探测器,探测深度可达水下300,600米,机上可装备高精摄像机,承担水下目标搜索,调查,识别等任务。 11月杨某因此收到了一笔特殊的奖励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